會不會覺得郭彥均的遭遇跟自己 那時候有點像 其實沒有什麼 像不像 只是我覺得 真為所謂公眾人物 我們在言行方面 真的需要多加思考 政治的東西真的不要碰 所以我就要從真 經過之前的這個瘋狂之後 這次是跟老公第一次出席活動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心情嗎 心情喔 就很清新喔 那時候你們跟他 花兒坡走什麼樣子 政治 難免會被那些文字所影響到 然後後來就 聽了一些前輩的話 就盡量不要去看他們 這樣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其實就過去了 對於這個彥均很多孩子都走了 這個時間風波怎麼看 我們 因為我們住很近 所以當然有 給他加油打氣 希望他的心情不要影響到 其他我都沒有多說什麼 他很 很棒 他都 跑步 然後 對 他心情上面還輸的話 因為他的老婆非常棒 所以 他在他老婆的整個家庭下面 然後幫他的孩子 我相信 他應該會就是 會重新的再了解 然後重新再回復心情 本有說 當我們發生事情的時候 其實彥均有 他第一時間有傳訊息過來 接我們 然後跟我們安慰我們 這樣 然後後來我在 他的事情出來之後 我再點開訊息看 誒 就是他安慰我那段話 我在Copy and Pace 怎麼可以這麼懶錯 沒有啦 我就跟他講說 對啊 就是保持心情愉快 然後就還是一樣 做日常生活 該做的事情 不要因為 某一些事情而 打亂了你原有 生活該有的節奏 那後來我看他 那持續都還有在運動 還有在跑步 那我就放心了 對 會不會覺得郭彥均的 高威跟自己 那時候有點像 其實沒有什麼 像不像 只是我覺得 可能身為所謂的公眾人物 我們在言行方面 真的需要多加依靠 這是我們自己學到的教訓 那我相信 彥均一定有不一樣的感受 對不對 那只是希望 我們彼此都有學習到 然後 有不一樣的感受 不一樣的心情 然後重新再站出來 會不會認為說 藝人好像心情抒發 會被這個輿論踏發 然後會影響到你們未來 在做這個公共議題上面 發言的這個部分 呃 有學到 對 但是我覺得 這就是我們的工作 這就是議題兩面 因為我們的生活 本來就是 容易被大家看到 所以其實 這件事情 我們真的彼此學到 就是 什麼叫做 細細聽然後慢慢說 這件事情 多深思熟慮 真的在把 想要講的話 好好說出來 或者是 就寫出來就好了 我後來發現到 其實我只要 把東西回歸到 東西都在我們自己身上 不要去批判 任何人 然後再來就是 真正的東西 真的不要碰 因為我不懂 那我就是門外喊 對 我其實就是 只是在看熱鬧而已 就以後不要 盡量不要炸政治 燒戰 就是不要 不要 所以我這樣從政 哈哈哈哈 我就說我應該是 好 今天宣布了 我剛才是瘋了 哈哈哈哈 會不會減少 自己直播的機會啊 減少自己直播的機會 每天都會播啊 哈哈哈哈 每天都會煮菜啊 哈哈